因为美国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哦 但是呢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 我就是先指责你挑衅再说啦 也不管说你做这些动作是怎么夸张 以为自己在拍捍卫任务啊 大家好我是陈律师 要来到美酒新闻回顾的时间哦 那本众呢要来带大家更新乌俄战争的最新战况哦 因为自从乌克兰传出要进行春季大反攻开始 五二战争每天都有最新发展 而且目前在五二的克里米亚边境这边 还发生了蛮惨烈的事情哦 另外在国内新闻的部分哦 从上周开始兴起的政坛MT舞运动 到目前仍然芳心慰爱 还有很多慰抱弹等着大家猜解啊 到底还有哪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证人君子 私底下却是做了这种不堪入目事情的人 会被裁穿他的假面具呢 真的是让我们十分的期待哦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新北市的幼儿园 竟然有传出儿童遭到长期下毒的情况 导致这些儿童都已经出现毒品的戒断症状哦 这么害人听闻的事情 新北市政府又是打算如何处理呢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一周新闻的时间 好首先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新闻就是 乌克兰水坝遭到炸毁 数万居民逃命乌尔军否认发动攻击 这个新闻哦 那这新闻是发生在6月6日的时候 位于乌克兰南部赫松地区的一座叫做卡科夫卡的水库 它的霸体呢竟然遭到炸毁啊 那霸体炸毁之后这洪水就这样子倾泻而出 淹没了下游地区啊 估计至少有80座村镇遭受到影响 数万居民立刻面临生命财产的威胁哦 那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这水深啊是高级三公尺的地方 因此呢 洪水经过的地区不只动植物受到影响 当地是乌克兰重要的小麦跟玉米产去 洪水经过之后也会带来污染问题啊 所以呢 之后这个地区所种植出来的小麦跟玉米 可以维持一样的品质跟数量吗 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哦 目前国际商的小麦跟玉米价格也是飞涨哦 那未来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 另外哦 这个水坝因为非常的大哦 跟台湾的石门水库是差不多的 那供给这整个地区的民生用电 还有核电厂的所需哦 当地的一座核电厂也就是扎波罗热核电厂哦 它的冷却用水呢 也引起大家的疑虑 占领核电厂的二方是表示说 目前为止核电厂的用水都还是够的 但是这样子情况可以持续多久呢 可能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哦 那再来哦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了哦 洪水经过的地方 这所有的动植物都是受到影响的哦 当地已经有一座动物园 里面有三百多只动物都已经遭到灭顶 那当地呢 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跟植物一样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欧洲人也把它比为 几承诺比事件之后 欧洲最大的生态浩劫 那问题来了哦 这么惨绝人魂的事件 到底是谁做的呢 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啊 水坝提坝或者是发电厂 是不能够成为军事攻击的目标哦 因为呢 影响民生层面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也会有触犯战争罪的问题 目前无谓双方都是在指责 对方是做出这件事情的人 俄罗斯这边的说法是说 诶 这个洪水不是只会影响乌克兰啊 也会影响到俄罗斯所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 因此俄罗斯没有理由去这样子做 但乌克兰这边的说法是说呢 从霸体回损的情况来看啊 这个回损呢 是从里面所造成的 不是外面攻进去的 那目前这座水库就是由俄罗斯所占领的 因此是俄罗斯自导自演啊 而且呢俄罗斯这样子做 就是为了阻止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 双方是各指一词啦 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显现 我们才知道凶手是谁喔 那这事件呢也让人联想到发生在1938年 中国河南省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喔 那当时的国民党军方呢 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 竟然利用黄河的浮训期间 也就是黄河泛滥的时候呢 把花园口当地的堤防给炸毁 导致黄河的河水淹没了整个地方喔 那估计直接受难的人 竟然就高达8万至10万人这么多喔 那间接流离失所或者是染病死亡的人 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 在这一次乌克兰水霸遭到炸毁的事件中 到底哪一方才是国民党这样子的角色呢 可能就有待更多证据显现了 好 第二个要来看到的新闻就是 美加航行台海遭共箭逼禁 中国反控美加先挑衅这个新闻喔 哇 中国近日以来为了展现他们所谓的 泱泱大国的风范 做出的一些真的让人很难理解的事情 在6月3日的时候 当时美加的军舰正在通过台湾海峡地区喔 这样子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喔 因为根据联合国的海洋公约 距离领土12海里的地方是属于领海 那在领海地区呢 各国的军舰是可以进行无害通过的 更何况是领海以外的地方喔 但是就在6月3日的时候 中国做出了什么事情呢 根据人当时就在军舰上面的加拿大 那记者表示啦 有一塞共舰呢就一直紧跟着美加军舰的后方 那突然之间他就加速往美加的军舰这边 及时要冲撞过来啊 在距离只剩不到137公尺的时候 美国这边看情况不对 最后只好紧急的减速并且调转方向 避免了一场冲撞事件发生喔 那中国这样子做到底是干什么呢 他难道真的要引起碰撞 开始打仗了吗 中国真的是这样子想的吗 这又让我们想起喔 在5月26日的时候在南海地区 有一架中国解放军的军机 就突然鬼切到美国的侦察机的前方喔 导致美国侦察机要吃他的胃流啊 在安全上面当然是有一些影响的啊 那这个部分一样让人看不懂啊 你中国你到底是想干嘛嘞 所以啊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 也表示说这样子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美国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喔 但是呢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 诶我就是先指责你挑衅再说啦 也不管说你做这些动作是怎么夸张 以为自己在拍捍卫任务啊 什么事情都是对方先挑衅再说 所以中国到底是在挡什么算盘呢 这又让我想起啊 根据最近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各地政府的负债已经高达了23亿美元之多喔 因此呢我们最近常常会听到 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发不出钱来付薪水 只能把民众的公积金社保基金拿来挪为他用的情况 可以看得出他们各地地方的财政已经是非常非常尴尬的局面了 那这个原因呢当然是因为疫情期间啊 各地地方政府要大肆的盖方参议院提供民众做核酸 而且呢他们因为封城嘛 那整个经济活动是停滞的 再加上习近平的政策导致外资出走 因此疫情过后 中国的国内经济也不见好转喔 那就导致他们的地方财政越来越恶化 那通常中国想要引起他们民族情绪的时候 就是要掩盖他们内政问题的时候 所以啦中国这一连串在外交军事上离谱的表现 是不是跟他内政贫乏的表现有关系呢 那未来他们在国际外交上面会不会越来越走中呢 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持续的期待下去 好那这周我们要来关心的国内新闻 是新北市幼儿园安眠药集体未读 教育局否认慢半拍 通报时间续曝光的这个新闻喔 那虽然从上周以来政坛的me too运动 仍然一个一个爆弹之中喔 包括像是国民党籍的立伟傅昆琪 名嘴朱薛衡以及一些文化界影评界的大佬 都纷纷被爆出有性骚扰的历史喔 那我们真的要为这些勇敢站出来的女性给拍拍手喔 因为呢这样子站出来 指证这些性嫂儿经过 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持续关心这件事情 把这些人的假面具给撕下来 不要让他们继续再荼毒你的女儿 你的姐妹跟你的亲朋好友了 不过呢今天要谈的这新闻更是害人听闻啦 因为竟然新北市的某家幼儿园爆出长期让儿童服用毒品的情况喔 好那说这个所谓的安眠药是毒品其实是完全不夸张的喔 因为呢它就是属于三级毒品巴比朵酸盐类 也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听到的红中或是青霸这样子的毒品喔 那其实在现代来讲已经很少医生会开这种药了喔 连药品的来源都已经非常稀少了 幼儿园要长期而且是大量广泛的喂食儿童这样的毒品 它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可能值得减掉更进一步的调查 而更让人失望的是啊 这个事情早在今年的年初呢 就有家长陆续发现喔 发现说他的孩子有这些暴躁易怒这样子的不对劲的情况 于是呢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验尿 那验尿之后竟然发现其中有毒品反应喔 而且不止一个小孩 是开始陆陆续续都有很多小孩子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喔 于是呢这些家长就串联起来 在四月底的时候就透过1999专线 向新北市政府举报了 但是呢新北市政府接获通报之后 竟然迟迟没有任何的动作 无论家长怎么样澄寝 新北市政府不动就是不动喔 那一直到五月中呢 这家幼儿园可能接获到一些内部消息啦 就突然说他们要结束营业了喔 那这个时候新北市政府 仍然还没有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 连帮这些幼儿去其他幼儿园 就读的协助都没有 让这些家长十分的失望 最后呢虽然透过一些绿营的立委召开记者会 但是呢能见度还是非常的低 因为大部分的媒体都没有再报 一直到六月八日的时候 因为网路串联的关系喔 让这个情况在网路上开始发烧起来 新闻才开始介入开始报道 那在六月八日的时候 终于新北市长猴有余 讲大众鞠躬道歉 对于事后新北市政府 要如何去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 那有没有其他的幼儿园 有类似的情况 新北市的相关的社会局 卫生局要如何介入 来协助这整起事件的揭发呢 新北市政府统统没有任何答案喔 家长们要的 不过就是让台湾的儿童 有更安全的环境而有 希望啦相关的调查 真的要持续进行喔 不只是检调进行之外 我相信新北市政府责务旁贷 因为检调他也只能针对个案来进行调查 所以更重要的是 新北市的所有幼儿园 有没有通通都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可能是目前新北市的家长 最担心的问题 真的是希望可以好好解决家长们的抑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今天新闻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嬴政律师YouTube频道 也追踪我的IG和我的脸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LINE帐号啰 我是金章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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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